由他自己的本业 他的本行 一定要在自己本位 本行本业上做好 跟其他行业配合 互助互助 这个社会就坚决 这个社会就活目就活血 那我们的本位 是做教育的 佛教应当要回归到 释迦牟尼佛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释迦牟尼佛也是说 有私人办事 这个主要知道 现在社会上 所有宗教的一切活动 佛陀那个时代没有 这些宗教活动 是历代的祖师 顺应社会的需求 附带做出来的 那么到现在呢 这附带就变成主流了 从前主流是教学收阔 收阔现在没有了 它颠倒了 本末颠倒 我们现在的重要的工作 我们现在的重要工作 如何把佛教恢复到释迦牟尼佛当年 纯粹教学 那么他教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五十多年 学习 也参加了教学 深深深体会到啊 佛家教学的时候 不外乎五个项目 伦理 道德 英国 这些科学 那么诸位同学 我们每天一起在学习华严经 你不都明白了吗 华严经里面 是不是这五个项目 真的是五个项目 而且这个五个项目 都讲到 敦风造极 都讲到 究竟圆满 所以你真正学习 其如的话 满心的欢喜啊 发喜充满 长僧欢喜心 真的是不亦乐 地下第二个问题 一位居士在家设道场多年 很受欢迎 但道场里有年轻夫妇居住 这样如房吗 那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道场 如果正规的寺庙 最好不能在里头住 像居士林都不可以 如果他私人住家 搞一个小道场呢 那可可以 如果真正像是 有一点规模的 这个居士林呢 这个念佛堂 最好避开 避免嫌疑 下面一个问题 他请问老法师是否提倡在道场中犯规矩者应罚贵乡 这个是从前 寺院丛林里面的规矩 现在不实用 现在是什么时代 民族自由开放 如果罚贵乡的 他会告到警察局去 警察派人的调查 如果是事实 我们要受法律处分 这个要小心谨慎 他真的可以去告状 你侵犯他的人权 侵犯他的自由 现在只有劝导 不可以用这些方式 下面是网络同修提问 第一个问题 最近接触了一些同修 他们认为地藏经已被魔控制 不能再读了 甚至我接触的两位法师 也颇有类似的说法 请拉法师开始 自古 艳于常讲 邪不胜震 地藏经是震法 怎么会被魔控制 没这个道理 尤其如果注意天天学华言 你就晓得了 复法理解 有没有讲 魔呢 佛法说 外面 无佛又无魔 佛跟魔呢 都是在你自己心里头 你一念心震 魔都变成佛了 你一念心邪 佛也变成魔了 那么由此可止 佛 魔 邪震 在你心里 不在心外 不在心外 第二 请问海外 过境总学会 应如何推广地质规 使地质规在海外 普遍弘扬 这是我们讲的很多 要把地质规 要把地质规看作 学佛的根本戒律 学佛呢 应该从这里学起 那理论依据在哪里呢 敬业三福 头一条 孝阳父母 奉仕四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这个 孝亲尊师 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做不到 孝亲尊师 没有了 慈心不杀呢 我们学 感应品 真正懂得因果 你不敢杀神 你不敢欺悟念 好好地在学 世上业道 所以 我们把弟子规 感应品 世上业道 看作根本戒律 从这个地方呢 才能真正建立 大乘佛法 第二 请问国家股票市场 到底是利益 国家人民 还是有害 股市发生了股灾 国家如何 能避免股民受灾 这个话不能问我 要问国家的财政部长 他们管这些东西 我对这个没有研究 我不懂什么叫股票 我没有接触过 第四 平常 除用脑袋 事外 忙时候 一边工作 一边默念佛号 日常生活中 比如穿衣 下厨 购物 做人等事情 是否都能做到 佛号 不利于心 它与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是什么关系 你真正做到了 就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念的时候无碍 不念的时候也无碍 念的时候不断 不念的时候也不断 你能体会得到吗 你的愿望 你这一生 就是一个愿望 念佛求生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只要不断 念不念 你这个念佛 统统未尽了 如果你还贪念 这个世间的明文理 还贪念这个世间的 无欲流程的享受 你佛号一天念 几十万声也没用 为什么呢 不相应 那就是古人家